嗨,我是李天安的 哈囉 我們現在玩的是 寶貝 遊戲 我有玩過 喔,開始咧 開始啊,你這邊 第一關 首先,哇,這要怎麼玩 他需要把東西拿這個 然後就會碰出 漂亮的火花 歡迎來到魔術表演 接下來呢 他需要把那個鴿子的手帕拿起來 拿起來,他要給他 給他之後呢 他現在要開始表演魔術囉 要幹嘛呢 喔,他說他還需要一些道具 道具 還是把這個鴿子的魔毯放到道具裡面 把這個拿起來,拿到他裡面去 拿到他前面 好 好 他說 現在要拿那隻魔法筆給他 變魔術 剛剛鴿子手帕進去桶子裡面了 現在把桶子拿起來 一樣是手帕啊 我問看他發生什麼事 把他拿出來 把他拿出來 放到中間去 鴿子不見了耶,貓 背面也沒有耶,怎麼那麼神奇 好厲害喔 童子裡面居然 鴿子居然飛出來了耶 好厲害喔 就要問他表演下一個野心是什麼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他就說 小朋友你可以上來嗎 我可以來嗎 小美女說 他可以嗎 可以耶 那他需要那個小妹妹 拿他上去 去他旁邊 去箭頭的那個地方 手指頭的那個地方 去箭頭的那個地方 手指頭的那個地方 把他站上去耶 魔法師說 他需要他的魔法棒 給他 給他魔法棒 那現在來變魔法囉 既然漂浮在空中 他把桌子變不見之後 他漂浮在空中 太厲害了吧 然後呢 他說 問問看他發生了什麼事 問魔法師 魔法師說 我現在 把他站下來囉 好 問問看小女孩 就長頭髮那小女孩 把他拉回去 拉下他 拉回去 還有沒有誰要上來呀 I want to come 好 OK 然後把貝比 放在他上面 再抓一次 抓到台子上 好 正在這裡 嗨 你好 嗨 好 現在魔法師的帽子裡面有什麼 拿給他 喔 你變成小魔法師了 喔 太大了 好 把帽子拿起來 對啊 戴好了吧 還是一樣啊 給他 給他 把帽子給小妹妹 這樣根本不用魔術啊 把帽子拿起來 好 現在已經檢查了 帽子裡面沒問題 買那個 紅色的布給魔法師 好 那這張紅色的紙 有沒有問題呢 問問看小女孩 嗚 想要把紅色的紙 撕成絲半 現在又拿起了魔法棒 是不是要開始變魔術了呢 嗯 好 那我們來看看魔法師 把那撕成絲 四個紅色紙 辦的那個 紙 會變成什麼樣子 哇 好厲害 變成一個帽子了 變成一個 很浪 好 這樣戴上去就OK啦 有沒有厲害 完成 好了 那下一個部分 我們 下一次再來拍囉 嗯 好 我們這樣要說什麼 謝謝大家 拜拜